好,那我这个先后退一下 我先来讲一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么推荐Canva 后来呢 因为他很直觉啦 所以我等于是没有什么 机会 我甚至连上网学习都不用 我就是安装 登录了之后我稍微摸一下我就会了 各位都有使用过非常好设计的经验吧 就跟那个一样非常简单 你只要会握的 会打字 看得懂 画面他都有中文嘛 所以几乎不太需要学习 除非有些关键功能你不知道怎么做 网路YouTube搜寻一下就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学习的部分 所以我后来又拿他做什么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 做的衣服 各位应该有做过校服吧 以前你要做校服你钱还没有缴出去 他绝对不会印一个成品给你看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去说服家长说服班 说服那个 学生要买的话你要不要先有一个成品图给人家看 Canva可以做这个功能叫 Smart Mocha App 他可以做套版 就是你给他的图 然后他 你直接选那个衣服啊或选那个 手机啊杯子啊什么他直接把你 那个图掏进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马上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也做了很多的那个 这个这个是YouTube的那个影片的封面 我的以前的YouTube影片封面就是 我没有做封面 所以他 你去搜寻的时候那个影片的前面 就是他 从影片里面随便截取一张对不对 里面没有任何说明 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影片的 你还没有play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播什么 所以你不会想点进去看 但是我现在我的影片全部用这个做封面 真的是三分钟五分钟就搞定 每一个影片看起来就很吸引人 而且 重点都在上面 你就知道说这一片是播什么的 好就会非常清楚 我们叫往中心有那个印T-shirt的 印手提袋的机器有没有 好转印机 各位如果要 要做的话 你们可以跟他借设备 那没有的话 家里的电运斗也可以做 电运斗也可以做 他非常的简单 你去买那个转印纸 用喷漠把它印到转印纸 放去电运斗跟衣服放在一起加热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做热转印喔 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些公式很难背 有一些 核心的概念 关键步骤很难 你要学生不断的 接触学习的 你可不可以把它印上 印在手提袋上 让学员一天到晚看得到 是不是很容易就学会 所以这是一些应用啦 那这是 那时候那个 林志坚事件 学术论文copy事件 我就印了很多这样的T-shirt 这个都是里面的图 我只是改那个字而已 就 就突然觉得自己很有 设计师的 感觉 我就 我把它真的做袋子 我那时候的线上课程我就 有奖 问卷 抽奖送 非常的热烈 我做那个手提袋 棉布手提袋跟衣服 那 所以呢你就可以 把它拿来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Canva可以做非常多的东西 从 简报啦 什么课表啦 海报啦 还有这种叫做折页 折页 所以你有些东西要他学的 你如果可以把那个步骤找出来 1234 然后关键重点 打进去 然后 简单的解说一下那个步骤 变成这样的一个折页 他 应该随身可以 攜带而且很容易拿出来看一下 就会了 如果老师会这样操作 我不相信你的学生成绩会不好 所以 这个部分很重要 那这里是 一张海报 那但是这里有结合一个东西叫做 黄金圈的意思 各位网路上可以在YouTube里面找到那个 彼得斯奈克的黄金圈理论 他是在做 行销 洗脑这一件事 那 真正厉害的 行销的人或者是老师 你在 在你要叫学生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会先讲 why 为什么 然后再讲how 如何做 最后 还有哪些选项 所以why how what 这三个东西叫黄金圈 所以你看这 我是用这一个海报来当作 范例 所以我说 精品咖啡会使人沉饮 那 沉饮的原因并非咖啡因 而是手冲咖啡的时候跟自己对话的片刻临近 各位有没有觉得 很有feu 很想要喝一杯手冲咖啡自己冲一杯来喝 所以这个就是 要感动你的地方情绪行销 沉饮之后呢 为难的是精品咖啡 那个豆子实在很昂贵 但是告诉你一个秘密 自己烘 就很省钱 所以不是告诉你如何可以 达到对不对 如何可以简单达到 好 再来 如果你 你真的没时间 也不想把那个兆咖弄得很乱的话 我这里有卖 所以 如果提供你其他的选项 就是说 因为烘豆子真的要把 他那个银皮会乱飞 所以如果你想自己烘 也是可以 你就可以很便宜的喝精品咖啡 但是他会把兆咖 银皮会飞得到处都是 你整理起来会 会需要一点时间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简单的考虑来我这里买 这样 所以我用这个当例子 我用这个资格 我用这个资格